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翻牆 走線 大利好 中共國師也被捂嘴 綜合報導 絕對大權在握 但習近平擔心遭暗殺 右翼胡新宇 廣州松田學生暈倒後直接火化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12月18日 星期一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翻牆 走線 大利好 中共國師也被捂嘴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在中國經濟不斷走瞎坡路的同時 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聲稱 要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 暢想中國經濟光明論 而中共國安部則連續三天發文聚焦經濟 其中充斥別有用心 賊喊捉賊 陳詞濫調這樣的文革式語言 明顯在以國安部這一特殊身份向外界進行威脅 在現實中與之相對應的 是中國的經濟分析師已經稱為高危職業 被民間稱為風險師 近日 中國股份制和公司問題專家 經濟領域分析師劉濟鵬 洪榮 水皮等多位經濟評論人士遭到全網分殺 他們的社交媒體賬號也被禁言事件 18日 網絡再度傳出消息 稱這幾天又分了一批賬號 不僅僅包括說中國經濟差的 還包括說美國印度經濟好的 還有不說好壞專門做經濟分析的 著名財經大V馬光遠遭到全平台封禁 消息一出再度引發網友熱議 有人納悶 馬光遠最近又說了啥 也有人質疑說 馬光遠抖音和頭條號還在吧 反正抖音看了下還在 隨後其他網友證實 頭條停更了 抖音也是 還有網友發出截圖 予以證實 一些網友指出 馬光遠可是參加過李克強當年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的 算是國師一級了 馬光遠基本上已經啥敏感話都不說了 居然還是逃不掉被封 看來現在保持沉默或者客觀都不行 要熱情洋溢地讚頌共產黨的政策 熱情不夠的都要當成唱衰論者 馬光遠這溫和派都封了 看來離東周滅亡不遠了 也有人說 馬光遠其實也是小粉紅一枚 馬就是房地產鼓吹手 瘋了活該 一位網友指出 有些人非要把經濟和政治分開 其實一體的 這一思想顯然更有深度 還有一些網友說 大家快出來吧 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間接利好推特 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設法翻牆了解真實信息 感謝我還能在這裡看到這些帖子 在牆內都看不到的 這些留言讓人想起電影《消聲客的救贖》中的那句著名台詞 有一種鳥註定不會被關在牢籠裡 牠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耀著自由的光輝 絕對大權在握 但習近平擔心遭暗殺 法國週刊本週刊出的一篇文章 專訪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同時也是詹姆斯敦基金會研究員林荷利先生 法廣引述該報導稱 林荷利說 習近平在二十大期間曾達到權力巔峰 但外交部長秦剛和國防部長李尚福等高官下臺這些事件 都顯示黨的最高層出現了分歧 但林荷利認為 習仍然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 看不到黨內元老 無論是上海派還是共青團派 真的可以挑戰習近平的絕對權力 林荷利說 她不相信習近平可以被推翻 究其原因 林荷利說 二十大期間 所有要職都落到了她的派系成員身上 而江澤民的上海派和胡錦濤共青團派幾乎全軍覆沒 因此 黨內反對派沒有辦法在2023年採取行動 但也許這種情況會在2024年發生改變 林荷利指出 在中國國內 習近平非常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擔心有人企圖暗殺 每次出行身邊至少500名保鏢 而胡錦濤和江澤民只有100名 最多200名 他現在盡可能限制出國旅行 在國際問題上 現在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不再基於西方價值觀 而是基於我們所說的獨裁軸心的新世界秩序 與公開表示的相反 習近平選擇了與西方脫鉤 但他只將所謂建民國家拉攏到他的項目上 俄羅斯 朝鮮 伊朗 這個非民主國家軸心 有光明的未來嗎? 這是非常有爭議的 因為這些國家不尊重經濟繁榮的規則 而且腐敗從生 右翼胡錦濤 廣州松田學生暈倒後直接火化 中國大陸青少年失蹤案件頻傳即胡錦濤失蹤案後 近日在廣州松田職業學院就發生了一件詭異的事 該校一名學生在校內突然暈倒後離世 校方沒有將該學生送去醫院搶救 而是直接將身體拉到殯儀館 在沒有家屬簽字的情況下火化 校方還不告訴家長在哪家殯儀館 網民質疑 會不會是又一個胡錦濤 12月16日 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在社媒X平台上發布一則視頻顯示 廣州松田學院一名學生死亡後被私自火化 其存在五大疑點 在校學生突然死亡 沒有送醫院搶救 120直接拉到殯儀館 哪家殯儀館竟不知道 無親屬簽字就當天火化 趙蘭健說 太可怕了 直接一條龍了 網傳視頻顯示 疑似死亡學生的家人在質問一位領導模樣的人 為什麼我一再要求送醫院 為什麼不能送 為什麼我們要求看一下人你都不肯 你搶救了嗎 醫生說沒有搶救啊 該領導在搶詞奪理 搶救很及時 趙蘭健表示 隨著中國器官移植 大規模的公開化 商業化 產業化的推進 李強也剛批示了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 廣州職高學生在學校暈倒了 直接被拉去火化 沒通知家長 更沒有家長簽字 這個案件比胡興宇案還要直接利索 對於這個男學生 最關鍵的是在搶救他的救護車上發生了什麼 拉到火葬場之前器官被活摘了嗎 據《南方都市報》報導 王某某今年21歲 是廣州松田職業學院大三學生 經常運動 身體非常好 王某某的堂弟表示 11月29日上午 王某某在學校突然口吐白沫倒地 120到現場搶救了一個小時 最終宣告不治 海外社媒X平台網民評論道 地獄般的國家 聽校方的閃爍其詞 又一個被活摘的年輕生命 越來越厲害了 直接火化一點機會都不給你 共產黨真是黑不見底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習大大摸過的甘蔗 廣西民眾蜂擁膜 真假 只能成功 不能失敗 這次習近平很焦慮 北京地鐵報詭異事件 胡錫進突走林毅峰 中國福彩又出包 開獎人員精準預測講好順序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咦咦咦咚 咦咖咚 咦咚 咦咚 咚咚 感谢观看